我請教一下,基於教育部的管理,你會怎樣要求你的部署,教育部的所屬同仁,他在回一張公文的時候對他下屬機關回公文? 而且不牽涉到一個政策的判斷或定讀,你會要求他多久時間? 我永遠都用同理心,我覺得很關鍵的,做任何事情,同理心都是一個很關鍵 我認為合理的時間,就合理的時間,就純粹合理的時間 一個公文,然後進來要問一些事情,如果是問的 大概也沒有簽,他那個還不簽得到政策的判斷 應該是幾天之內就一定要回了 幾天以內,部長 幾天,我想三天之內應該 我舉一個最具體的例子來給你看 就是說本期長期來在關心我們台東專制學校附設高職農工這件事情 我們希望他能夠恢復到獨立的招生 然後部長,我們在前兩個會群 你會說尊重我們農工 整個專制學校的校務會議的決定 然後在 10月17號的時候,台東農工 台東專制學校就做了第一次的校務會議 11月5號的時候,新聞教育部 11月5號,101年的11月5號 回新聞教育部 部長,你知道你們多久才回這張文嗎 102年的1月29號,兩個半月才回這張文 他們只不過跟你講說,我已經做了這個校務會議這樣一個決定 而且部長,你們回這個文裡面,也習語如矣啊 部長,你手邊有沒有這張文 1月29號的文我沒有 不過我想我請他們馬上如果有 部長,11月5號 台東專科學校,新聞教育部 說,我們的校務會議已經做了這樣一個決定 多數的老師代表 認為應該恢復台東農工獨立招生 然後,教育部在1月29號 還針對這個文才回文 然後回文裡面,行禮如矣 提到說,目前的少子化嚴重啊 希望你們在學校做評估評估 部長,我們這裡面牽扯到兩件事情 第一個,是行政效率的問題 部長,你在前線一直打拼啊,一直衝啊 12年國教,這個誘託整合等等 你一直在做政令的宣導 是 那你會不會部裡面這個是哪一根螺絲已經 不只一個螺絲啊 可能整個 整個零件,整個器官都出了問題 回一張這麼簡單的文竟然要兩個半月 而且這個議題,是本席,還有許多的家長老師都一直在關心這個議題 這個議題,那麼受到關心的議題都是如此的 那我們不敢想像,那其他的 如果沒有發言管道的那些相關教育問題 那難道是永遠被擱置嗎 對,我想謝謝委員這個,特別這個指教啊 這個在,如果11月初就提出來一個公文 到1月底才回,這個是實際上時間 而且除非他是要去做全面的調查或什麼 如果看樣子,回的又是行李如意 行李如意的文章 我覺得那個應該是在一個禮拜之內 所以這裡有兩件事情 就應該回應人家的一個處理的情況 第一個是行政效率的問題 回一個文,回一個這麼簡單的文要兩個半月 第二個,我們再來看這裡面回文的內容 他裡面說要提到說,我舉個最簡單的例子 他說,兩校的員而如何分配 獨立之後,經費的來源如何 部長,我們在探討一個問題 就是說,你問這個學校經費來源如何 經費當然是從教育部來 這個還有什麼? 一個專科學校,一個高職 他難道有辦法自己去投射情願嗎? 其實我想他當然有一個來龍去脈 我想劉委員也曉得 原來他們是要合成變成要專科發展 後來因為又跟原來的決議又不同了 又要分 所以我想確實我們在回答這個事情的時候 當然也會很深深的了解他們實際具體的想法 這裡面就牽涉到一個問題 所以說,關於這個問題 我們長期在這裡也跟你做了許多的討論 我們當初我們設立台東專科學校的時候 沒有錯,我們是認為說 原本的農工就附設在專科學校裡面 但是有兩個前提 第一個,我們認為農工他要繼續保持他的招生 但是他附設在專科學校裡面 第二個,我們認為那個是 也許這樣做是都會對兩者都好 但是這個運作這麼多年來 我們已經發現 他裡面真的會出現問題 不然我舉個最簡單的例子 光附設附屬這一個字的差別 但是同樣是 譬如說附屬在 國立體育高中 附屬在國立台東大學底下 但是他就有獨立的行政系統 獨立的一個校長 然後他也是獨自招生 但是一樣是一個附屬在專科學校 只一個附設附屬 然後他就變成不一樣 他沒有獨立的行政系統 他也沒有一個自己的一個校長 那我認為這個顯然是會出問題嘛 是,我想這樣子啦 就是這樣子的兩個學校 原來merge要發展變成其實以專科為主 原來確實有那樣的考量 可是我也了解在發展過程中 後來發覺說可能原來的思考行不通了 所以有一點想要分開來 這樣子的概念 我也了解這個實際的發展 所以我想就因為是說 原來有一樣的一個設定 所以在那個條件下 說讓他去做發展的 結果現在發展條件完全改變了 當然教育部這邊看這個事情 就會小心一點來看這個情況 可是我也完全同意您剛才做的comment 就是說 其實如果11月出來這樣一個公文 拖這麼久才去做具體的回應 我覺得是不合適的 我們如果亡羊補牢 也要趕快把它補起來就是了 該由所作為 那第一個 你已經看到這個行政效率這個問題 你要嚴格的督促啦 第二個 部長 我們現在講的是說 教育部畢竟還是一個教育的最高主管機關嘛 目的事業主管機關 你當然你現在要專科學校自己去評估啊 他這個聲援怎麼分配啊 少子化等等 沒有錯 他一定要做初步的這樣評估啦 但是 最重要的政策的領導 還是在教育部裡面啊 教育部你要深刻去了解說 發現這個運作已經出了問題嘛 一個招生 台東農工學校 高職部 他招生非常的 像目前的狀況還是非常好 不過 因為同一個 一個行政系統他要運作專科跟高職 跟一個校長要來管理高職跟專科 我們現在已經看到那個問題嘛 我們現在不是這個 這個不是這個校長的問題而已啊 這個是整個制度會這樣出問題 因為專科跟高職他真的是不同的系統嘛 你學生有同樣的年紀 但是專科他會變 我們把他變成比較當大人來看待啊 那高職我們認為他還是小孩子來 比較像小孩子來看待 這個我們基本的觀念不一樣 所以你要同一個校長 同一個行政系統來管理這兩個不同的系統 當然會出問題嘛 所以 部長 我們在這邊要求你是說 你即便你要叫專科學校做這些評估 我們不反對 但是 政策的領導上 教育部你要先有這樣的一個政策的方向嘛 而且你要去領導引導他 你要看到這個 而且包括這個掃子化等等 這個不是 我想這樣子啦 我會請我們技術師的理事長 具體的再進一步的了解這整個情況 然後根據這個實際了解的情況來予以協助 讓這個兩校 或者說現在高職這邊跟專科這邊 不同的意見或者什麼東西 取得一個共識以後 我們想辦法來協助 部長 這個共識的行程 我想我們也願意站在一個協助 主導的方式來做處理 現在的姚校長 他本身還是處於比較被動的角色嘛 因為 他覺得說 他是個政策的執行者而已嘛 因為我們目前的教育部的政策就是 高職跟專科 他是合併在一起的嘛 是 那如果說我們政策已經看到說這樣的合併 事實上在學生的就學 或者在整個校 校封的領導等等 他確實有一些困難 那我們認為他要恢復獨立的 我們政策有這樣子的方向 這樣子的決定 那校長他才會比較容易推 我想這樣子啦 對我來看這個事情 學生是第一考量啦 一定讓對學生的發展各方面是有優勢的 以在這個考量的情況下 我們會來積極的了解這個 他們現在兩邊之間的互動的關係 來做出處理 所以您剛剛也希望就是說 我們從政策的導引上來做 那這次導引我想對我來看 就是主要怎麼樣對我們兩 或者高職跟專科學生最有力 以他們最有力 共同最有力的方式來做處理 我們當然就要找一個對 我們相信他 恢復獨立造成專科他會 專科的校長他也比較能夠 專心的 心無旁盧的 能夠來領導專科學校的發展 他不用再分心在高職這部分 就如台東大學一樣嘛 留校長他就專心在他的大學 他那個附設高中 他只不過行政上有時候他監督這樣而已 但是因為附設高中他有一個校長 所以一個行政系統 所以他們 他高中本身他也可以健全發展嘛 我們是為了這個兩個 而且農工他是一個非常有歷史 奄遠的有歷史背景的一個學校 目前的狀況他還是一個滿昭 接近滿昭的一個學校嘛 我們讓這個 有一個歷史傳承的這樣一個高職 能夠繼續維持 讓我們也期待 專科學校的校長 他因為能夠專心的發展他的專科學校的校務 那專科學校也蓬勃發展 這個是 所以我說 其實如果 那樣子的發展是Win-Win 那對兩校學生又都是好處 那是最大的加總 又是對學生最好 我們就協助在這個方向上來做 部長我們這要求是你要一個政策的一個領導嘛 所以我說我會跟 我們馬上 你要多處理 我馬上會跟理事長 談一下這個事情 分析清楚以後 我們該開的會也會 也開過了 在這邊本席也質詢好幾次 事實上部長你在全幾次的回答 你也是傾向這樣的一個方向嘛 你也是贊成這樣一個方向嘛 那我們不要讓這件事情遙遙無期一直拖下去啊 好 我想這樣子啦 如果兩校要就是分開要這樣的思考的話 學校至少也要提出說他們實際出來 我們在支持這樣的情況下 請他們報出來 第一個 第一個校務會議 因為之前 我們在回顧以前之前 部長在這邊回答 包括理事長上次去開會的時候 都說會尊重學校這樣的決定啊 所以我們的解讀當然是 教育部的政策上是往這個方向走嘛 我們基本支持嘛 這個方向來做 所以我們現在 學校要做基本的評估要計畫 這個我都贊成 但是 教育部有一個政策的領導啊 有一個領導說 我們願意支持這樣的方向 不然這個裡面 你光問他經費 從哪裡來的 他怎麼回答你啊 我想這樣子啦 我馬上會跟理事長談一下這件事情 具體的把我們認為 該有的作為 從教育部這邊提出我們的意見 請他們積極的能夠往下進行 請你們積極來加速來處理這樣 可以 能夠造就我們台中的學者 第二個我要提的就是說 我們這裡面一直在提到 常提到這個少子化啦 高子等等 部長 我認為在少子化 沒有錯 這是全國的一個現象 這不只是在台東或是地方發生 少子化是全台灣的現象 全國的現象 但是我們在考慮少子化或是 深遠不足這件事情 事實上 台東你不能把它放 你要它獨特性的思考 因為我們台東往北上公花蓮 也要160公里 南下到高雄也要160公里 所以我們台東是一個非常獨特的 他的交通上是一個獨特的區 他學生 深遠的部分 他本來就沒有辦法 學生即便是深遠不足 但是他要相對的 他要北上或南下去就讀 都是有成本上的非常大的負擔 所以我們這一點 也要在我們在考慮這兩校 我們台東農工要恢復獨立造生 這部分也要 部裡面也要列入一個參考 好 我想我們在考量這件事情的時候 剛才這個因素 那時間上部長 我們不希望再看到這個兩個月 兩個半月的公文 不會再有 我其實今天 當然因為理事長不在現場 我想我會在這兩天之內 就會跟理事長談一下這個事情 形成我們實際的政策 然後趕快去公文給這個 一個禮拜之內應該會收到我們 我們建議往下怎麼進行的